AutoApp Studio Create your own app and robot 按钮的布局 所以我可以基本上 创造任何我想要创造的布局 在AutoApp里面 然后用它来 触发各种各样的声音 不同的声音 然后我这里 现在的界面是在一个预设的界面 可以发出鼓的声音 像这样子 然后我可以按这个键 让它切换到另外一组音色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它的排布 是这个样子的 这里每隔一个都是 一个半音的迎接的排布 所以它在纵向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和声结果 这跟手工琴的上面 那个白色的按键会有一点点像 然后 然后其他像AutoApp 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 录制自己的声音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按键里面去 像这样 然后可以看到 我可以把这个声音素材 拖到我想让它指定到的 按钮里面去 比如说我指定到这个按钮 然后 我再运行 你就可以看到 有这个声音了 所以我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采样器来用 所以我觉得AutoApp 非常的强大 Welcome to our website at www.autoapp.cc